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可以说是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几天前就在成都市的中心街头 一辆高尔夫轿车在短短两分半的时间内 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意变道 急杀甩尾逼停后车 而它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完整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大伙在看了视频后纷纷感慨 这车开得也太霸道了 两分三十秒八次变道超车 七次逼停后方来车 四次急杀甩尾 这段被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就发生在成都长顺上街 估计你也看到了 这辆银白色的高尔夫汽车 开的是要好嚣张有好嚣张 左拐右绕变道急杀 把这六车道的长顺上街俨然变成了赛车道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视频的开始起于成都商业街附近 宝马车车主前方的这辆银白高尔夫轿车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当车开到了怀树街附近时 这高尔夫却突然来了一个急杀 而后面这辆车就像发了风一样 一次又一次刁难后面的来车 甚至还要猛打方向盘堵住本来想绕开的宝马车 在出版大厦的门口 直到过了宝宝街 这名霸道的司机才算霸修扬长而去 而这段视频被当时的宝马车车主放上网络后 就引起了渲染大波 网友们纷纷在微博留言 声讨这名霸道的司机 我现在所处的就是视频上那辆高尔夫疯狂驶过的长顺下街了 再往前一点就是著名的宽窄巷子 可以看到这条街上的车流量和人流量都非常的大 如此危险的行为在这里上演 会给周围的行车和行人的安全造成不小危险 这种人的话就完全是没品没素质的这种人 这种心理可能我觉得有点变态吧 出事最好在出事其实装力被装力都是受害者 确实视频发布后 成都交管局官方微博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视频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离合他人安全 当事驾驶员请立刻停止触犯法律的驾驶行为 同时我们敦促该名驾驶员尽快到属地交警司分局接受调查处理 当然这个人是谁网友的好奇心也被大大激发 甚至还有网友公布了这辆车子的其他奇葩的行为 我记得2011年8月份好像90那辆车子 不停的喇叭还蒙碎盘子 桌吐游冲淋 查我车子不说还依旧刹车帮我逼听了 我在二回路清水货也碰到过他 他出出这些强道 我说了他几句 结果这个车子能疑心上来帮我逼听了 随后记者也了解到从2011年至去年的8月 这辆车共有64条交通违法记录 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这辆车又有18次违法记录未被处理 其中大部分为超速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而针对网友 为什么高尔夫偏偏专挑这辆宝马车欺负的疑问 也有人称 很可能是之前高尔夫超车不成功 才会导致了这场恶意的报复 目前相关的情况 成都警方也正在展开调查 那么据成都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的消息 就在昨天下午 民警已经联系到当时驾驶员廖某 廖某已经到交警分局接受警方的调查了